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不带大家看房子 今天呢,我来到了位于咱们山东龙口市的家园市场 来这批发一点海鲜 咱们来看看这个市场是怎么分布的 这个大批发市场呢,是位于龙口市家园小镇这里 距咱们东海呢,有个十了公里 我从家里过来啊,打表是走了13.8公里 看看这个图哈,有卖什么的 A区是海鲜区,B区也是海鲜 C区是蔬菜,肉类,地区,豆类食品 很齐全,还有蔬菜,水果,香蕉批发 这应该是龙口市最大的一个批发市场了 那大家跟我去看看海鲜的价格吧 这边的海鲜非常丰富 现在鱼很少了,但是在这边呢,还是能买到 像这个,鱿鱼18一斤 这个大白虾23 小八爪是33,花鲜子,十了块一斤 扇贝小龙虾,这个是海波罗 霸鱼,现在霸鱼的价格会贵一点 霸鱼的价格在18,20,20多块钱 这个季节可能霸鱼少吧 这个鱼我买了一些,这个鱼很便宜,是8块钱一斤 这个海鲜是10块钱4斤 生蚝是15,20斤 它的生蚝个头还可以,挺大的 这种小鱼啊,都是几块钱一斤的 现在最多的是梭鱼 这边是各种的海螺啊,各种各样的 这是鱼子吗?感觉这么瘦啊 当地的薄皮啊 这个霸鱼卖的是15,这个是冰冻的 冰冻的也行啊,咱们也不挑 我还买了一个夹鸡鱼 这个就是夹鸡鱼了 我没有吃过夹鸡鱼 回去炖一炖看好不好吃 这个鲜鱼,海鲜鱼啊,是21块钱 鲁鱼现在价格很低 鲁鱼的价格现在是12块钱 这个是黑老婆,其实也是石斑鱼的一种 清蒸肉非常好 老王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老王开的车啊 一个小垫三轮,其实特别好用啊 在这边根本不需要用汽车 有个垫三轮,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啊 我今天买了这个鸿鱼,8块钱一斤 我买了这么多 这个鸿鱼炖起来是特别好啊 味道非常好 啊,这个是鱿鱼 看这个新鲜的鱿鱼 这个是挺新鲜的,真的挺新鲜的 看着挺黑的啊,因为鱿鱼它本身就就会吐沫嘛 这个鱿鱼是9块钱一斤,满划算的啊 这条呢,是老王买的夹鸡鱼 18块钱一斤 这还买了两条鲍鱼 准备回去包饺子的 这还有呢,看我买的这个扇贝丁 这个包好的扇贝丁是25块钱一斤 买一些回去可以包饺子,也可以熬猪 非常好 这个是鲍鱼 买了这么一堆鲍鱼花了30块钱啊 你说便不便宜 现在这个时候啊,鲍鱼它便宜了 大的7块8块 小的呢,像这种的话 按斤称啊 这个是30块钱一斤 划不划算 一斤称了有个30来个 一个划将近一块钱吧 是不是蛮划算的 都是活的 海鲜分享来了 来看看我买的肉啊 这个是鸡胸肉 一包是10斤,60块钱一包 这个呢,是鸡爪 看,这是卤好的 火皮鸡爪15块钱一斤 很便宜吧 这个是鸡干 也是卤好的 是花了两块钱 这么一兜两块钱啊 超划算了 这是饺子皮 然后这有饼子 还有粉皮之类的一些东西 总共这些呢 我今天一共花了300块钱 200块钱的海鲜 然后100块钱这些杂的东西 这些东西啊 够我们家可能要吃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朋友们老王的菜就买完了 今天买的非常舒心啊 价格便宜量又足 其实在龙口这个地方生活呀 幸福感是很高的 因为生活成本很低 并且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 你像在大城市有的这些 物价呀 然后出个门你要开车呀 还要经历这个堵车呀 人多呀 这些东西都是问题 在这里呀 想买点什么 你就买点什么 想吃点什么 你就吃点什么 想去转转呢 你就可以出去转转 生活确实是比较随意 比较舒适的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这种物价呢 也很低 吃个海鲜呀 那个烧烤啥的 生活还是不错的 并不像有些人吐槽的那样啊 小城市没有人 是鬼城 我们就生活不好了 生活的幸福感 其实和人多少没有关系的 而且相反呀 人越少 生活舒适感越强 那为什么大家买小区 都要买楼间去大的呢 怎么不买楼间去小的呢 对不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咱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